身为二三流演员 不正经段子手 竟然一路跨上正盘 最后制把白宫 成为最伟大美国人 里根到底有什么魅力 请听局座为你揭晓 就是个普通人 当过广播员 当过电影演员 兼职给人当救生员 解说员 但是一场比赛 才拿五五块钱 到了他五十多岁了 竞选到加利分亚州的州场 竞选对手是政坛的老将布朗 看不起他 所以电视上公开场 就说里根 知道他 就是个演员吗 里根一七十万票 绝对又是击败布朗 就任以后不到三个月 胸部受伤一颗子弹 打到提起心脏的地方 经过手术之后呢 他就写了一张纸条 温斯顿丘吉尔说过 人生最快乐之时 乃是身中枪弹 而打难不死 里根呢 他是中美建交以后 第一位访华的美国在职总统 参观兵马俑的时候 拍了拍这个马的屁股 扭头就问陪同的人员说 我这么摸他 他会不会踢我呀 你看看 这就是一段子手啊 第二天就登在香港一家报纸 里根总统拍中国的马屁 里根呢 他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呢 就是24小时原则 24小时之内 我要把这个事定下来 有的人呢 就感觉你自己能做主的事 不行 我要问问我爸爸 我要问问我妈妈 哎呦我爷爷奶奶 你都二十几岁 三十来岁了 你还问问你爸爸 问问你爷爷 他是一个超脱的人 管比较细小的事 朝九晚五 到点就下班 每天能睡八个小时的觉 特朗普每天睡就三个小时 里根也是导致东欧巨变 苏联解体最关键的人物 最大的一个贡献 就提出星球大战 美国人就开始编故事 使用这个什么什么电磁炮啊 激光武器高能啊 什么什么激光啊 什么粒子书啊 这一堆来骗苏联 你们都说这个局左 是战略忽悠局局长 我跟美国比差远了 告辞 里根经济学非常牛 就把三年五月份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CPI降到了3.5% 经济增速 1983年打到4.6% 1984年打到7.6% 里根呢 他是最受共和党人推崇的总统 民主党人最喜欢的总统 也是里根 里根离任的时候 民意支持率最高达的63% 这在西方这么一个国家 是非常非常少有的 美国建国200多年 有一个评比 四个伟大的总统 黄盛顿 林凯 罗斯福 里根 和平时期能够得到 这么多人的认可 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 快去向里根学习 点亮你的幽默技能术 升职加薪 轻松搞定 蜻蜓FM搜索 局座讲风云人物 局座将用武器内容 让你掌握全套教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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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